感谢赞美书 你听我们的祷告 你的应许是我们来到你面前 令我们应罪悔改 你必要泄明我们的罪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 有清洁的耳朵 来到你面前等候聆听 你给我们的话语 从你的心灵常常与我们同在 特别在这段的时间 让我们有听你话语的心 也要悔改的灵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等候奉主耶稣基督得心的名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上一个礼拜 我的讲题 从昼夜西上神的话 我们转而来看到 诗篇的第一篇 说一个有福的人 我相信大家从今晚当中 都是安慰 都是鼓励 今天我就刚刚相反 我讲的讲题 讲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一个严厉的问题 就是应醉 悔改这个问题 我细上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发觉 这个其实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宝贝 可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已经把它忘掉了 我们也没有很多的时间来 向神来应醉祷告的 甚至我们不感觉到 我们应该这样来祷告 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 很丑苦的这样的感觉 不太好受 所以我们复了了它 但今天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 再重新的来细成 我们在神的面前 为什么要悔改 我们先来看看 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导文 有人说 这个是一个绝迹的祷告 我相信这个也是 我的生命的 属灵的生命的开启 我也曾经做过这个祷告 我相信 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一样 神啊 我相信你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耶稣 做我的救主和圣灵的主 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 阿们 你已经做过这个祷告吗 你真的相信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是钉在徐迹家上面 为了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留进了宝石 这是为了救我们的罪 为了 因为我们犯了罪 我们自己不能解决 我们需要祂 这样的用祂的宝石 来洁净我们 来赦免我们的罪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开启 但是当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以后 我们已经很少以为到神的面前 应罪 匪改 你还记得你自己上次在神的面前 忏悔应罪 是什么时候吗 可能是很久以前了 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呢 我们既然开启圣神耶稣的时候 是因为觉得我们有罪 难道我们决定信了主以后 就没有再犯罪了吗 我发现基督徒有三个不健康的现象 第一 就是不觉得自己有犯罪 第二 我们应罪 但是不应征 第三 我们是不相信 神会泄满我们 为什么基督徒会不觉得自己有犯罪的呢 原因可能有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太忙了 我们很少会停下来 想想 我们过去一天 我们所做的事情 所讲的说话 有没有伤受不喜悦的地方 或者得罪别人的地方 没空了 太忙了 没有想到这些 也有可能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 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日子 我们都是基督徒 或者环游我们周围的都是弟兄姊妹 所以我觉得我犯罪的机会很少 似乎没有什么犯罪 比较更严重的 或者更差的问题就是 我不可能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信主以前 我们以为罪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 而且我们有什么的原因 有什么的接口 我们这样做 那信的主以后 倘若我们还有这样的态度的话 那我们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第二种的现象 这是应罪不够应征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知道祷告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应罪来祷告 但是我们的应罪就是一句话 神啊 从你献明我们的罪 甚至可能多讲一点点 我们做了一些口手讲的话 或者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犯了罪 不够应征 没有说出我们到底是犯了什么罪 或者当我们承认我们有罪的时候 我们总会找一个接口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 就好像比方两个人在吵架 假风就说 我对不起你 但是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些 所以我才有这些 这样的一种的态度 找接口 不够真实 没有真真正经经的在神的面前应罪 随便讲下 这样的一种态度 第三种的态度 就是不相信神为赏免我们 对于一个信的主 有一段的日子 我们还有一些旧的坏习惯 或者我们的性格方面的怨弱 我们不能胜过 久而久之 我们就会觉得 我都反正不能胜过了 我不再求神来赏免我 我甚至可能觉得神是不会赏免我的 神已经放弃了我们 你有这样的态度吗 其中的一个还是三样都有 所以今天在我们往下看的时候 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 我们先低头来祷告 夏天父 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开启西神 应罪悔改这个题目 主啊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 我们在神的面前 没有承认我们的罪 没有很真正经经的 寻找你的泄免 所以我们现在 求你感动我们的心 在一起的护照我们 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 让你的话语来警戒我们 劝免我们 向你应罪来悔改 奉主耶稣基督 得死的名道高 阿们 诗篇第五十一篇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 按你丰盛的怜悯 涂取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静静 截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的时候 显为清白 看哪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 是内心的诚实 求你 在我隐秘处 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西草 结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 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 可以踊跃 求你转脸 不看我的罪 涂取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 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 使我重得救恩之乐 以乐意的灵 来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 只叫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唱你的公义 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 我就献上 烦祭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我们读完这一篇诗 我们都会同意 这首诗是一首应追的诗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圣经打开的时候 会看见这首诗的前面有一个标题 标题是这样说的 戴威与博士巴同房以后 拿单先进来见他 他做这诗 交给幸运团长 这件事是记载在三摩尔记下 十一到十二章 有关这件事的记载 很多弟兄姐妹都不会陌生 但是由于这件事 跟这首诗篇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来简单来介绍一下 事情讲到 当时的戴威 在他的王宫当中 他已经坐网了一段日子 已经不再需要他 趁机的带兵去打仗 但当别人去忙着 他的将军去出外打仗的时候 他就一个人留在王宫之中 没什么好做 所以他就睡午觉 睡醒了以后 傍晚的时候 他就在阳台上面散步 看到邻居有一个美貌的女子 就是这个博士巴 他就叫人把他叫来 以后就与他发生了监情 由于这件事 那个夫人就怀孕了 但戴威就不想负担这个责任 于是就请了他在外打仗的 那个丈夫乌利亚围来 想把这个责任来推给他的身上 但乌利亚团队众是个刚级的人 他没有这样做 结果呢 没有为家 就再为前线打仗了 所以戴威这个这个继某呢 就不成功 然后戴威呢就用 截刀杀人这个方法来害死了 乌利亚 就是他的将军把乌利亚掉到前线 当敌人在攻打的时候 其他敌人就推杀 唯有乌利亚在前面 结果乌利亚就被人家打死了 这件事大家听来非常恐怖 戴威以为没有人知道 但随之先知拿丹受了神的启示 他就去见戴威 杀备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时戴威非常惭愧 他就去肥改 我们来看这件事的时候 的确令我们很惊讶 跟我们看戴威这个人 这个和神心意的这样一个人 可以做出来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惜意 有人统计说 在这件事上面 戴威所做的 就犯了十字中的五条的诫命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斗 不可遮掌见证 不可贪婪 他都犯了 我们听听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会想 为什么戴威会犯了那么严重的罪呢 但是当我们来细心细想的时候 我们发觉戴威所犯的罪 他的失败跟我们有很大的关联 他所犯的罪是为什么原因 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很好的警惕 我们来看戴威本来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当他被神所拣选来代替 守罗的时候 当他年轻的时候 撒姆尔去到他的父亲的家中 为了要告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 当时神是怎么说呢 神对撒姆尔说 人是看外貌 也和我是看耐心 戴威是一个和神信义的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一个和神信义的人 也会犯那么严重的罪的时候 我们看看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也真的会有些时候 犯了一些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受愧 很惊讶的这样的戴罪 虽然罪没有分戴手 但是你看戴威所犯的 徐阶中的五条 都是那么严重的 就说明了 就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所谓的生命那么强壮 我们服侍神 是那么多的摆上 我们也有可能会犯上很大的罪的 第二 当戴威看到自己快要犯罪的时候 他没有马上的离开 没有马上的成绝 反为一切一切地放下去 我们就看到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破口 撒谈就会用这个破口来攻击我们 我们很容易就在那个地方 围到我们的老我里面去 把那些一直困扰我们的罪 我们再犯下来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这个整体也告诉我们 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留有一个犯罪的缺口 一个破口 要让魔鬼在那边来攻击我们 第三 我们刚刚也说过 戴威所犯的罪不只是一条 还是五条 我们就看见 所有的罪都不单止是一条 我们永远不会说 我只犯了一条罪 从一条罪又会犯到另外一条罪 戴威从奸淫 引起就是杀荒 在王沙区的时候 就是杀人 你看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就是我所讲的第四点 越踏越深的心境 罪就是这样 不单止是一条 而且我们越踏就越深 还有最后 我们以为没人知道的事情 戴威也是这样 他做了这些罪 以为都没人知道 以为自己可以引开过去 但是神是知道的 他就告诉拿丹去见戴威 把他的罪来显明出来 拿丹见戴威的时候 虽然戴威忏悔 那拿丹也说了一句话 你在暗处所做的 要这样来在明处显现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实际上 戴威的犯罪的时候 也是给我们一种的警惕 刚刚我说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没有犯罪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没有来反省 但你看 从戴威的失败当中 这些也是我们自己的经历 我们会敢在神面前说 我们要犯罪吗 我们也应该认识 犯罪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不单止是一生 后人一起做错事情 而且这个破口一打开的时候 我们往后的生命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戴威的犯罪 当然我们不应该学习 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但是当他犯罪了以后 他那种忏悔 肥改的这种的态度 在神的面前深切的印罪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 所写的是非常幽灭的一篇诗 但所描写的 戴威当时应罪悔改的心情 行动 就是非常淋漓正直的 我们从这个应罪的答案当中 我们学了有四样的应罪的态度 都值得我们深深的来思想 来学习 第一个的态度是真 我刚刚也说过 很多基督徒我们应罪的时候 是非常笼统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 我为了什么来神的面前应罪 好像随便说了一句 神啊从你遥述我的罪 那就算了 那到底你是遥述你的 是什么罪的呢 如果你讲不出来 那你要求神 遥述你是什么呢 戴威在神面前的时候 就为了自己所做的 犯了奸淫 犯了杀人这些罪 他说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戒恶 戒恶 是强调 他是为了这件事 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来要输的 从这句我们也发觉 戴威深切的认识 他犯罪不单止是 得罪人那么简单 那得罪的 更重要的可以说 是得罪神 戴威既然是 神所简随的君王 实际他的一言一主动 都是每个人都看见 如果他是 做了犯罪的事情 得罪了神的话 他不单止是受了自己 也是受了上帝 这好像一个小孩子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在学校打架 老师照着我们 就会把这事来告诉父母 我们就害怕 为什么我们害怕呢 除了害怕 父母为情分我们 为骂我们以外 还更重要的 就是我们受益了 爸爸妈妈的名 他们来见老师的时候 可以怎么说呢 我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呢 这个书是戴威 在神的面前 他知道自己的罪 并且真真性情地 在神面前 为了这些事情 来求神的有数 这个真 第二是情 情的意思是情绪 你有没有发觉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求神有数我们 其实我们心里面 不是真的想神 会言论我们的 不是真的想神 要神来言论我们 我们并不情绪 我们的认罪 只是肤浅了事 我们其实很简单地说 神啊 求祢要是我的罪 那有什么罪呢 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觉得得罪了神 求祂要数呢 也不是 所以 所以戴威的认罪 知道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情绪的心 祂知道 神使爱的 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情绪 其实神 有什么不知道我们呢 我们心里面 说一切的思想 祂都知道 我们虽然没有做出来 祂都已经知道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还可以在神的面前 隐瞒什么呢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就离当 坦坦白白的 告诉祂 求祂来要数 这个是情绪 如果我们是情绪应罪的话 那我们心里面 就一定会有一个忧伤 感觉痛的 这样的一个心情 没错 罪影响了我们 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怎么可能 我们心里面觉得相通呢 如果我们心里面 没有觉得相通的话 那我们的应罪 我们的悔改 是真的吗 有些弟兄姐妹说 我们应了罪以后 以后要犯同样的罪 那可能的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觉得 伤了我们自己的心 也伤了神的心 所以没有这样的 通灰的心 我们怎么可以改正呢 所以大卫也说 忧伤通灰的心 神不必轻看 那最后就是要改 如果不改的话 应罪来干嘛 很多时候 基督徒的 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 就觉得 反正都是神会 要恕我们的 所以我们做错了 要无所谓 神一定会要恕 对于这种的想法 保罗在 罗马书第六章里面 用了四个字 断服不可 非常确实断断的 就说 不可以这样的 不可以一方面做 一方面要求神的原谅 不是神不会原谅 不会有数 而是我们不应该 做这样的 有这样的态度 要做 我们就要改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什么时候 我们会容易犯罪 我们在看见这什么 或者听见这什么 就会引起我们犯罪 我们就要悲开那些 当我们知道 什么的声音 是会来引诱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提高 我们的情绪 用我们的 所有的力量来抵挡它 不要凉弱 不要来跟从 你这种的声音 这样的 改变我们 就是真正的 应对 匪解 我们只能在神的面前 求神 原谅我们的过犯 要输我们 那神是怎么来 原谅我们呢 大约在这里 用三个的形容 来形容神的泄灭 第一个 他从神来涂抹 他的过犯 涂抹这个字 这好像以前 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做功课 用铅笔 把东西写在字上面 但如果我们写错了 我们就有一个插纸胶 把这个插纸插一下 那以前所写过的东西 就看不见了 我们可以再重新 在上面写个对的 同样 大概用这个来描写 本来我们所犯过的罪 神都记录在 他的手写的上面 但是 同样我们来 请应我们的过犯 求他要输的时候 他就把我们所犯过的 事情 一一的插掉 这等于好像我们没有做过的一样 这样来涂抹我的过犯 这个第一个的形容 第二个的形容 洁净我 我做干净 这个洁净的 他也用了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意证的东西来做代表 他说用牛痴草 来洁净我 牛痴草是什么东西呢 这好像等于这是我们的 今天所用的那个扫把一样 但这个的形容在就业的时候 不单止是来做清洁的一个用途 还有那个洁净呢 是一个礼仪上面的 一个一种的洁净 就等于说如果这个人 他比方他不小心碰了死心 他就等于不洁净了 如果要他洁净的时候 又怎么做呢 他就是用一个牛痴草 然后把这个人在他面前 做一个仪式 他的这个礼仪做完以后 他就等于在礼仪上面洁净了 这样 同样我们犯了罪雨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带着罪 我们能够面见神吗 神会喜悦我们这样来见他吗 还好 神会把我们洁净 就好像那个戴财西 把一个不干净的人来洁净一样 洁净我们的属灵的状况 第三形容是用死敌我 我就被雪更白来形容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穿的是白的衣服 不小心 比方一个番茄酱 弄在衣服上面 那如果当时用来死 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污漬 完全的水掉 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的漂白的 洗衣液或者洗衣粉 这样才可以把它洗得干净 同样可能我们所犯的罪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是留了痕迹 魔鬼撒旦也会用这些来 基础的来攻击我们 对我们说 你上次也是这样做 你这次也逃不了我了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就往往重新的犯罪 但大卫所求神的 就是要神来使敌我 来漂白我 使我被雪更白 一点以前犯罪的痕迹都没有 神就是这样来 有数人的罪的 所以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来对着神的这样的有数 我们从前所犯过的 都一一的默去 我们的心灵 得到神的洁净 不再留有这类痕迹 当我来思想 应对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深深地感到 神不单止是 不再看我们以前所犯过的罪 他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性的生命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做魔鬼的这个控制 这个捆绑里面来释放出来 这个就是神怎么样来揚述我们的罪 一个应对这个人 在他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改变 有什么好处呢 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 戴卫也要告诉我们 这个他也是他的恳求 他的经历 他就想为他做一个清洁的心 这好像罪在他的心中 已经把他那个心灵来污蔑了 他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神是性洁的 不可以容忍我们要带着罪来到他面前的 所以他求神的是 神给他一个清洁的心 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第二是有净洁的灵 有没有发觉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慢慢我们里面的心灵就流去了 我们再没有办法 跟从正义正直的路来走 心里面所思想的已经变坏了 已经偏离了正道 所以也是从神来给我们有一个正直的灵 现在圣经里面 主耶稣要告诉我们 他的心灵与我们同在 他的心灵就是正直的灵 有正直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引导我们 我们不再回头不再犯同样的罪 救恩之乐 一个犯罪的心灵是忧伤的 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但同样我们已经给神赏免的时候 神就赐给我们一个 使乐的心 乐意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不再需要忧伤 不再需要惧怕 我们可以五九格的来到神的心恩座前 求他的怜悯 求他的帮助 求他的引领 所以一个应对的心灵是重要的 是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又锻炼我们自己的 以及我们能够永远的跟神在一起 我们既然看到 因罪悔改 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 带来非常重要的好处 也是我们应该 常常练习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虽然我们可以每天晚上 在零睡之前 把我们自己一天所做过的事情 回忆一下 看看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也抽上来要素 但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 找到一些的经文 里面讲了很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些事情我们又没有做呢 我们这样来检讨的时候 我们就更容易知道 发现那些我们不是非常察觉到 但是切切切切做到的 做了的这些的事情 这五段的经文 希望大家把它唱下来 放在自己的心经里面 常常来读 常常来反省 我们就试试看 从去爱奇记第一段 来看看我们怎么来反省 我们既然看到 因罪悔改 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 带来非常重要的好处 也是我们应该 想想练习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虽然我们可以每天晚上 在零睡之前 把我们自己 一天所做过的事情回忆一下 看看有什么 做得不对的地方 也朝上来有数 但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 找到一些的经文 里面讲了很多 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些事情我们有没有做呢 我们这样来检讨的时候 我们就更容易知道 发现那些我们 不是非常察觉到 但是确确实实在做到了 做了的这些的事情 这五段的经文 希望大家把它抄下来 放在自己的圣经里面 想想来读 想想来反省 我们就读读看 从去埃及记第一段 来看看我们怎么来反省 都会继续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